真的受到的也就是農民了 現在我們要視訊連線給立委 徐志榮 徐委員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志祺好 反面好 委員 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一次是在抽稅期才停灌 那跟之前相比 其實在這一次也都沒有提前的預測 然後也沒有 因為在過去都會告訴你要提前休耕 這次完全沒有 是代表說相關的管控都沒有做好 我想可能照報導的 說56年來 旋期之間都沒有颱風過來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這幾年老實說 就是因為氣候異常的關係 像我們苗栗產很多水果 農產品 這個封不調 乙不順 像在今年來講 我們的紅棗 藝頭 水梨 都經過農糧主席堅定 這個栽損的補助都有通過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封不調 乙不順 這些農產品都收成的很不好 所以說農民朋友非常的可憐 他們都是要靠天吃飯 那個委員 但是現在其實包括很多的 像是農會主委 陳吉仲也都撒錢 然後告訴農民說 也不用擔心 也不用擔心所有任何的問題 但你覺得撒錢可以來解決問題嗎 當然撒錢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因為那些錢也是我們 大家納稅人的錢 不管再怎麼補助 至於我手之 手有剛才我講的那些水果農作物也好 是達不到他們 他們不希望不要補助 他們就可以正常的收成 他們就很滿意的 他不希望要得到補助 得到補助就表示有災害來產生的 所以說補助並不是辦法 那只不過是有點 保持黑馬後 忙想補牢的一點措施 那委員這是代表說 水其實可能也出現了問題 因為農田水利會改制之後 是不是相關的可能掉水 還有協調水源的這個功能 也都消失了 沒有錯 不過像我們苗栗來講的話 我們明德水庫是屬於以前的水利會 就現在的水利處管的 那其他的像遠河山 那些還是水利處管的 所以說苗栗雖然這麼多水庫 你看都還會還會接水 像我們明德水庫 他的汽水量剩下21% 他可能可以用個十八九天而已 可能都會沒有水的 甚至於我們今天地方上的那個報紙 那個椅 那個水庫養的椅 都乾死掉在那邊 所以說之前 各管的部費又不一樣 有水利會管的 有水利處管的 所以他們的負相之間 應該要多多的協調 比如說你一潭水庫 聽說他的汽水量還OK 他是不是可以那邊的水庫去支援別的水庫 這也是一個水調配的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之前說可以好好的來吊水 分配水人現在還能相信嗎 我們寧可相信他可以調的好一點 希望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尤其大家不太說贊成這個官派 我也希望官派改為公務機關以後 他們能夠好好的表現 比以前的 明顯的這個會長那些做得更好的話 才證明說他們的改為公務機關是正確的 不然還是給大家認為是不正確的 好 我們非常謝謝徐岳元 在今天介紹我們的視訊連線 謝謝你的意見 然後我會補充一點 以前是水利會那些 他是管這個灌期內的 灌期外他們就比較不負責管理這個 所以說你看 現在灌期內的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官派那個公務機關以後 他是灌期內 灌期外統一 他都要他負責管理 等於是說他要供水的面積更大的 所以吸水量會更大 所以說以後發生問題的這個面積 就有可能會更大 所以他們要做好這個 被已籌繪的這個準備的工作 好 非常謝謝委員 委員 謝謝 所以環天哥 我們這樣來看 會不會其實如果從一個 原本是民選然後改成官派 會不會到時候變成一個 外行來管理內行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一個資源 水資源的議題 因為我必須說 你官派之後 我們過去一直很詬病這個政府 不管是藍綠都一樣 覺得每次你執政之後 就會酬庸一大堆的人 這些酬庸人往往 他根本沒有相關的專長 那現在農天水利會 會不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會不會這些人根本就什麼都不懂 然後去就聽下面人的呼嚨 那現在這些東西 老實講 我們可能短暫期內 還看不太出來 可是馬上就要面臨到一個 什麼問題 今年現在剩下兩個月左右 現在已經到10月多了 可能已經再也不會有颱風了 對 那可能再也不會有颱風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剩下的水從那一來 就從水庫來 對啊 你只有水庫 你看剛剛這個委員就講了 明德水庫這麼大水庫都只剩21% 南部有很多水庫 我上個月再報的時候 就只剩10幾% 那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水從哪裡來 接下來恐怕第一個 你農委會是不是要預先公布 哪一些地方已經要休耕了 不要再種了 哪一些地方是不是要停止農業活動了 因為接下來甚至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的民生用水 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 那我也更必須要請農委會公布的就是 你們在用水的先後次序 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優先提供給某一些工廠 然後去忽略掉某一些農田 我覺得這有利弊可以去考量 但是我希望 所有一切的東西要公開透明 告訴我們大家 你的決策過程到底是什麼 水到底用到哪裡去 你如果不公布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會心服口服 對 而且尤其是農民 恐怕還是最不服的這一群了